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想要给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 就是最近我买了一些杂气喇叭的东西 有护肤啊,然后有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怕越堆越多 然后之后这个购物分享就真的没完没了 会变成一个超长的购物分享 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首先我想要说的第一个单呢 就是前两天在Niemann Markets上面下单的 因为它前两天有一个活动 它是满500,反100 然后满750,反200 然后满1000块钱就反300 本来说呢,想说凑到一个500块钱就好了 然后觉得算了,那也买750吧 然后就变成买1000 我先说就是促使我下单要买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它叫做Moisturizing Matte Lotion Matte,看到吗 真的听到这种词大家知道就是我的爱 然后这个呢,其实我在柜台 就是它给了我两个小样 我在都用完之后我才下决定要买的 这真的超级无敌好用 这个一定会成为我这个月的爱用品 它其实呢,就是我觉得Lamer的奇迹面霜 然后做成Lotion版稍微水润一点 大家都知道这个涂上去会变得非常的 就是脸上会有点泛油光的样子 但是它这一款用下来完全就是非常的爽 你先给你们看一下包装 我觉得它瓶子跟Paul好搭啊 上面都有这个绿色的字 然后呢,它里面是带这种按压泵头的 我觉得用起来比那种罐子过瓦的 会要更卫生更方便一点 然后挤一点给你们看哦 它整个瓶子非常有质感非常重 然后这瓶的话是50毫升的 它挤出来呢,真的它的那个味道啊 感觉啊,其实就跟它的那个奇迹面霜 是一种感觉的 然后关键是它涂上之后吸收非常非常快 就像我嘛,虽然现在是夏天 然后我是混油皮 我一般是会把这种厚重的面霜 留在秋冬去用的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我这里长痘痘 然后额头有点暴动 我觉得我整个皮肤不太稳定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有在加强用 我自己的就是一些水啊乳啊 然后想就是用一下这种比较 带修复功能的面霜 然后稍微滋润一下 所以我就当时就一直在用这个 然后它用的时候真的吸收上脸 吸收非常非常快 用完之后它的整个就在你脸上那种感觉 真的是雾面的 就是不是像那种泛油光的感觉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真的整个脸就是感觉软软的 皮肤变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这个 就是给混油皮 或者是就偏油性一点的肌肤 我觉得夏天用都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推荐给大家 好,然后接下来呢 就算是一个囤货吧 就是EVLOM的这个卸妆膏 我买的这个真的超级大一罐 这个是200毫升妆的 因为我想说正好趁着这个活动就囤点货嘛 它里面是就是一大罐这个 它这个里面是200毫升妆的这个卸妆膏 然后里面有送两张这个 就是它洗脸用的这个毛巾 然后我就想说买着放在那里同货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下单 花时间最长做了最久功课的 我一般就是想要做什么护肤产品 或者任何种产品的功课 我就会上小红书 大家知道就是之前我做那个夜间护肤的时候 我有让大家帮我推荐好的眼霜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找不到一款很好用的眼霜 所以下面很多人给我推荐这个牌子叫Revive 所以这次我就试了一下 我买了一个就是它自己专门的这个眼霜 打开是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小瓶子 然后我还买了一罐它的这个眼膜 就是可以上眼睛 然后over night天天早上起来再洗的那种 因为我就是看说它什么科技算是什么诺 得了什么诺贝奖之类的我忘记了 但是就是说它的功效就是很消肿 然后又有去皱的那种效果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属于比较一种的体质 经常早上起来我的眼睛都会比较肿 我都会需要过一段时间或者喝咖啡去给它消肿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 然后眼霜也就想买来试一试 所以我就一起入了这两款 同时我一起下单的 我就还买了一个它的这个唇膏 因为我懒妹的那个唇膏要用完了 我觉得那个很好用 我会回购 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想说我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然后它的唇膏是长这个样子 应该是那种就是挤的 它的头很像那种有的眼霜带的那种头 我好像看说这个好像是可以有一点点去唇纹的功效 然后它应该就是很滋润 所以我就想说反正一起买来试一试 如果好用的话 我之后可能会再跟大家推荐 接下来呢就算是我凑单买的一些东西 一个呢就是CPB的这个睫毛膏 是看Emma推荐的 Emma真的每次她说她真的经常用 然后今天我收到化妆也就用的这个 我觉得它整个拿起来就是很有质感 很有分量的那种感觉 然后今天我就是因为我有贴甲睫毛嘛 所以上面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下面的下睫毛就用这个涂了 我觉得它涂出来真的是根根分明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就至少今天这个妆效出来我还蛮喜欢的 用用看我再跟大家推荐 然后呢还买了一只唇膏 是Chanel的这个218 也是我今天嘴巴上涂的这个颜色 它应该也是算是豆沙色系的 就有的时候在光线好的地方感觉它还蛮裸色的 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看见自然光下有一点那种很秋冬豆沙的感觉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它里面的唇膏笔是这样 然后下面是可以过拧的 涂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它上手的这个样子 我感觉它上嘴是很滋润的 我现在就涂的有点久了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干了 但是刚刚涂上的时候觉得非常滋润 然后整个嘴巴是有一点点glossy的那种感觉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就是亮亮的唇膏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行 主要它颜色好看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亮还可以接受吧 然后最后还买了一个beauty blender 因为我真的觉得beauty blender用的挺快的 我买的这个是beauty blender的pro 然后是黑色的 好然后你们马克思就说完了 我就说一些就是别的地方买的打扒的东西 拿到什么说什么 这个应该是Alta买的 是Becca的这一个粉底液 我是看Christina的那个视频 就是说他subscriber给他种草的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shell 他说这个它感觉比dw还干 这个还没有给大家拍粉底液实测 我可能会之后拍 但是我那天稍微用了一下 就刚刚上妆的时候那个妆感我很喜欢 然后脸上也感觉比较紧绷 就是比较干的那种 但是好像我记得到晚上一点的时候 它满浮粉的 就是浮粉有比较严重 我觉得就是在脸上待着后续的感觉 没有dw好 但是我可能会再用一次 然后出一个粉底液实测给大家看 然后呢我就还买了一个Tarte的那个shape tape的遮瑕 因为之前我买的那个色号太浅了 我觉得用起来有点奇怪 然后我这次买的色号是fair neutral 我觉得比上次的稍微深一点 可能更适合我一些 然后呢我有买一支这个 是Kate Somerville的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是我同事推荐给我的 因为他们说这个里面它是一个makeup setting spree 但是它里面是带50的防晒 所以我觉得用起来应该很舒服 我今天还没有用定妆 所以我想试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定妆的感觉蛮神奇的 它喷出来完全就是那种雾的感觉 就是一般的定妆喷后喷出来 你感觉会有那种水的颗粒拍打在你脸上 但是这个完全喷在脸上是那种雾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不会担心装花了 这还蛮好的 而且它味道还是算是比较天然那种草本的味道 因为Kate Somerville它还比较主打 是比较天然自然色系的 哇我觉得很棒 而且它主要里面带防晒值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就是在化妆之前涂防晒的人 我觉得防晒霜一般都很油腻 然后我很讨厌我的妆感变得比较油腻 然后浮粉嘛 所以我一般很少涂防晒 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个的话 你化完妆 然后就当定妆喷雾喷 然后又有防晒的功能 我觉得很棒耶 可以再用一下 如果好用再跟大家推荐 然后那天呢 我是跟朋友逛街的时候 我是想买ASOPE的洗手液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上班工作的地方 用的全是ASOPE 我知道那个味道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虽然我知道它就是主打是天然的品牌 比较植物 比较草本的那种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呢 我就在犹豫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 是ASOPE的一个mouthwash 我觉得我完全就是 被它的这个颜值所击中 因为最近都在看一些 就是家居装饰啊 什么花瓶啊之类的 我就很迷这种 就有点像实验室那种 old school那种棕色瓶子的感觉 然后呢 它自己有自带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亮杯 我觉得超级可爱 因为我老公很喜欢用漱口水 所以呢 我就想说买来给它试一试 看起来颜值也很棒 等它用完了之后呢 我可以用把这个拿来当做花瓶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我也自己也有用过 我觉得它漱口水的那种配方 感觉还蛮清爽的 它有说里面全是纯天然的那种配方 所以使用起来比较放心 它整个都是玻璃的 所以它还蛮有分量的很重 啊 关键这个小杯子 你们有没有被击中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这样一个漱口水 我还买了一个它的这个护手霜 也是颜值吧 我觉得它还有几个别的颜色和不一样 就是功效和味道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款最好看 最好用吧 所以就买了一支 它涂起来确实是就是像欧书丹啊 那种的味道 玫瑰花啊什么的味道可能比较重 但是呢 它这个完全就是那种草 而且是草的根部的那种味道 但是感觉涂上手呢 还是蛮滋润的 就是它效果比较好吧 那味道的话 如果你是偏自然挂 喜欢清新的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好 然后呢 是一个这个假睫毛 这个是一个subscriber 在instagram上给我推荐的 就是说当时 Alta在折扣还是干嘛 但是我去买的时候已经没有折扣了 但他说他感觉这一款 跟我平时用的假睫毛很像 就推荐我买来试一试 然后我就买了 这个我还没用过 如果用了好用的话 再跟大家推荐 它确实长得很像 就是我平时爱用的那款假睫毛吧 然后它背后也有一个人 佩戴的这个样子 我感觉看起来也是还蛮自然的 所以如果用了 我觉得好用再推荐给你们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一个 就是抹头发的一个那种发蜡吧 因为我自己是这边碎头发比较多的 所以我其实平时 对这种头发飞起来啊 这种baby hair 我还蛮困扰的 然后那天看到这个 我就买了 我还没有用过 它应该就是抹在头发上 就是会翘起来的那种地方 有一点点定型作用吧 然后这个是Cosmo的第一名 所以我想说应该还不错 买来试试 然后那天去超市的时候 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的 Simple的这个Cleancing Wipe 然后它是Remove Eye Makeup 昨天晚上我卸妆的时候用了一下 但是我用的是上面的第一张 我觉得还蛮干的 就是没有让我觉得那个纸很湿润的那种感觉 感觉我不敢用力去揉搓我的眼睛 我感觉它有点太干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用的最上面的那张 我想把它下次用的时候再捏一捏 让它水分比较充足了 然后我再用 还有呢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些隐形 这个是叫James Stone 是之前我Vlog还有前面几支视频 一直在戴的一款隐形眼镜 它拿出来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就是它拿出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适合 就是外面是有一圈的这种美瞳吧 我自己如果用那种旁边是散开来的 感觉特别像白那一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自己不太适合 我适合就是周围有一圈的那种 所以这个是我前几支视频用的一个美瞳 然后今天我用的这个美瞳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一款Lensme的Mango Tea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色的亮粉的一点点 然后它旁边也是一圈的那种 我觉得戴上还蛮好看的 不是特别的夸张 这个颜色呢还是比较偏棕 但是中间比较浅 所以我觉得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明亮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同款 是叫Berry Tea 然后这个呢是粉色的 这款我还没有敢戴过 等我戴了的话 大家看到如果觉得好看 再给我留言吧 另外两个是我在欧苏丹买的洗澡的 一个是它的这个玫瑰味道的洗澡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比较基本款的 这个Ultra Rich的这个洗澡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老公用 因为男生如果用玫瑰花 可能有点太娘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护手霜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护手霜 我很喜欢它这种小小的包装 你可以就是扔到包里 然后也很好携带 因为现在我有觉得我手经常觉得特别干 所以就是随时都有戴护手霜在身上的习惯 我自己现在包里也用的是这个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只臀着 护肤彩妆就说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就近期买的几件衣服吧 一共就只有两三件吧好像 一个呢先是一条这种 就是比较运动风的这种裤子 我一直想再找这种运动裤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上面喜欢穿那种 就小背心紧身的那种 或者是一字领的那种 我觉得配这个 然后下面穿一个球鞋 就是非常时髦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穿上也很舒服 它的面料呢是比较滑滑的那种丝质的 下面是有松紧口的 但是这个我买的是S的 稍微有一点大了 我准备看待会儿去Urban Outfit的时候去换一下 看它有没有加小号 因为这个腰这个地方确实有一点点大 就是有点松它就会垮的比较低 但是你知道垮的低的话 脆肉就比较容易露出来 我喜欢穿这个裤子呢都稍微再高腰一点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种上衣毛衣 我很喜欢穿这种毛衣 就是宽松的 就是它身体这里是很长的 但是它其实长短的比较短的那种 就看起来比较crap 然后很休闲很随意的那种 然后它的这种支呢 也算是比较能够看得出纹理的这种粗线条的支 我觉得还蛮好 这平时啊在家里穿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舒服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帽衫 也是跟刚才那个其实风格比较像 也是这种就是身体比较宽松 然后长袖 但是呢它下面比较短的这样一个帽衫 我前两集的vlog里面应该有出现 有人在问 所以我想说也拿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面料是那种非常非常软的那种棉质 内里呢是有点像那种绒里的 所以会穿上很舒服 这个也是我晚上在家会穿的 因为其实加州 我在的这个地方 晚上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 晚上比较冷 如果我要出门啊 或者在家洗了澡 我感觉比较凉的话 我上面也都会穿这种长袖的 然后也很舒服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这样的裙子 它其实挺长的 我穿上大概应该已经到膝盖以下 就是小腿中间的那个位置 我其实很少买这种长度的裙子 因为我觉得会显得我小腿特别粗 但是这个穿上我觉得非常显瘦 它上面呢是这种背心款 然后前面是一个v领 这个穿上没有太低胸 不会显得过于暴露 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在胳膊下面就是腋下这个地方 有两个这个飘带 就是你可以继成一个结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很随意的 可能把它放下来这样吧 整个就是一条非常简单朴素的裙子 有一点点开叉 但是它开叉呢只是开在左边 右边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走路的话呢 它稍微会比较随意的摆起来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很好看 然后如果是秋天稍微冷一点 你里面如果再穿一个打底衫 应该会很好看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材质呢 是稍微比较厚重一点的 里面也有内衬 所以整个比较有垂坠感 然后质感也显得很好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穿的这个呢是零号 好 衣服呢就这样 然后最后还有一双鞋子 就是我之前在W Concept上面买的一双 这个小鞋 它是这个牌子的 我也不太会念 这个鞋子牌子好像已经很火了吧 然后但是我自己第一次买 它这个买呢会等比较久 因为它是你下单之后 它在手工做的 但是它下面有写建议再买大半嘛 我自己平时是穿三六 但是我觉得我这次买的三六半 还是有一点点小 幸好它是这种 就是后面是开放式的 不然如果是全包的话 我绝对穿不进去 因为它前面这个地方包的稍微比较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属于胖脚吧 所以这个穿上去了之后呢 我后面的后跟还有一点点在外面 如果我买三七的话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或者瘦脚的话 你买大半嘛 如果你比较脚比较偏胖的话 就买大一码 因为这个是不能退换的嘛 所以就是码术的话一定要买对 他说这个是手工做的嘛 我觉得它整个鞋子的做工真的非常好 然后穿上也很舒服 它这个皮子呢也很软 后面这个袋子也是 它有好几种穿法吧 我现在还没有研究透 然后后面这个跟我特别喜欢 是这种block heel 但是呢又是金色的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就今年夏天我很喜欢穿白色嘛 所以我很多白色的衣服 我就一直想买一双就是白色系的这种小鞋 有一点点跟 因为现在我真的不能够穿高跟 这个鞋就是这种一点点跟 大概三四厘米的样子吧 非常好走 然后那天我还看见雨哥推了一个 就是类似同系列的一双拖鞋 是那种橘红色的嘛 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我准备下单去买那个拖鞋 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有点过敏 我昨天洗了澡出来 我觉得这里特别痒 然后我一看镜子这两边都已经红了 就有点过敏那种种种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点奇怪 好再下一支视频呢 应该就是八月的爱用 我会再跟大家详细聊一聊 我这个月喜欢用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